针对日月光工厂排放废水污染高雄后进西 现在环保署长沈世宏他有了最近说法 我们要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林敏珍 敏珍请说 好的主播针对日月光偷牌废水一案 环保署长沈世宏也特别强调绝对没有轻判轻罚 并且也提到说在日月光的确有发现到案管偷牌的情形 那针对污染环境无论是蓄意还是刻意的 还是偶发的情况都一定会开发 让我们来听听沈兄怎么说 都有买管了吗 买了管那这样还算是偶发事件吗 这看起来不太像 所以我想 不像偶发的 因为你许可就是应该是那个法定的管制 任何多的管制他其实应该要去申报 那特别是一些管制是等于是案管的话 那根本就是不合法的 那很难讲是偶发 当然他的偶发可能偶然会排放一下 还是经常排放 这一次他是并没有发现到 当时有在排废水 但是那个管制确实是一个多余的 好了昨天沈世宏也提到 就怕业者脱产躲避 罚款环保署也针对日月光申请了假扣押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好我们看到最近消息是环保署长沈世宏表示呢 已经针对日月光进行假扣押了